是这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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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是长智 今天这个视频呢 要给大家推荐 Monex上外附近的住宿 还有些住房tips 中间呢 我也有去采访一些学生 了解当地的情况 那么今天的视频 跟我上一支视频 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上个月呢 发布了一支视频 我被honor票 总数接近1万块 所以呢 作为一个Monex的毕业生 还有过来人呢 我想要分享一些 住房的tips给你们 蓝色highlight的部分呢 是我觉得学校附近 蛮优质的住宿 是走路就可以到 粉色的highlight呢 是可以走路 但是最好做BRT或者驾车的 黄色的部分呢 是建议有自己的车会比较好 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那当然我没有把所有的都放进来 也是有其他优责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之前住Nadayu D&D 所以我从这边就讲起 其实这一个Nadayu 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公寓来的 只是像我之前遇到不好的owner 所以大家千万要擦两眼睛 看好owner跟agent 跟Nadayu D&DL类似的呢 是Lagon Wheel 但是Lagon Wheel呢 它本身是比较旧一点点的 所以租金也会比较便宜 但我比较不喜欢的呢 就是那边大部分的房子呢 都会被owner隔了很多间 Tensity比较高 然后厕所 我那时候有去看房间 我觉得有点不错能够接受 当然也是有些owner重新翻到美美的 那这两间呢 是under上面manage的 所以比较安全 比如SMR呢 所以想要专心读书 靠近学校 SMR其实蛮不错 但有朋友住在那里 他们有告诉我 Wi-Fi不是很稳定 周围吃的东西不多 就常常要叫Grad啦 然后好像不能够开火 晚上也不能邀请人过夜 我觉得是他的小小缺点 如果你要住的朋友 可以去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真的适合你 但New Resistant Apartment的话 我没有什么评价 可是那时候 我是不是很喜欢 他们的Layout跟状况 那SMR这两间呢 其实是我当时入读monage 我非常想要住的地方 当时没有遇到好的房间 SMR Geo Lab 跟SMR Geo Resistant 他们都是BRT一站 就可以从学校到的地方 走路三分钟呢 就可以到一个shopping mall 如果里面有非常多日常用品 家要grocery啊 衣服店啊 Watson 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地方 不过还是老话一句 千万要找对owner跟agency 那么根据我 跟我朋友的经验 打星星是我比较推荐的 如果你有别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三人房一般是一千上下 三人房加厕所是一千五百上下 三人房呢 大概是七百到八百块 当然就是要根据owner怎么定价 越靠近学校我越贵 越远离学校我会比较经济 因为我从那边搬过来 也有一年多 所以呢 我觉得为了表示公平性 我要去采访当地上 要跟某些学生 要给大家更了解 关于住宿的情况 现在呢 我就在上面附近City 在很可爱的女生 哈哈哈 你叫什么名 叫什么名 叫什么名 叫Roni 我大概在上面有名太多 有博士读的 现在读着Condation 最近政府让我们回来 也只是不了嘛 想要采访一下你对于 On Canberth Love 有什么感想吗 我在学校比较好 因为那个房间 可以让我们更加热 那个感觉 哦 你是有上进行的同学 对可以试试吧 因为体系的课 可以跟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老师一起上课 所以感觉比较Live-ly一点 终于可以坐我陪你一起去爆料 就是在哪里等于在600到1000元 我是住在上面Legonview的买块样子 我的父亲我有自己家所以很幸福 很大的问题不明 但是上车我 而且附近的感觉还蛮好的 几楼? 几楼? 那里呢? 在那里呢 那你等一下可以请往前来 现在讲我不是很紧 可是跟你讲日本人的学生 所以我们都可以 而且还蛮好的事情 一千块钱那时 蛤? 不不不你讲解决 几千块的人 没有了哦 请回看VCR 也不可能闹上法院 所以这样子啊 对啊 对啊 就这样子啊 这样子是不过urban room啊 蛤? 呃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在猜场 那是有一点旧了 然后有很多城 感觉比较拥挤一点 好在便宜咯 然后又靠近学校咯 哦 所以你觉得便宜啊 诶 我跟你讲 坐舒服 靠近学校的一定很贵哦 呃 呃不好意思 Mr.我们现在在 你刚才是那个Albert呢 啊是啊是啊 诶你还记得我呢 你啊 呃 呃 所以你是有他想要跟他说什么 有听过urban room啊 嗯? 我讲了三次了耶 我刚才有听过 可是我现在听过 我毕业生的老板 我毕业生的老板 所以他们真的很知道 学生今天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来的 这边 就是那个老板 那边 可以可以 我们回去再慢慢看一下 哦 那么刚才采访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都有提到他们本身公寓 各自的优缺耶 不管哪个公寓肯定都有老鼠 只是你一定要遇到负责任的Agent 或者是Oner 这边很方便啊 然后什么都有 你看一下来 Jaya Koso Jaya Koso 这样瞧啊 那你来这边吃饭是吗 你是怎么大学的啊 我是 ek Okay 啊这里环境真的还蛮不错 真的没有骗我耶 走五分钟就可以看到 这个Sunway Geolet Resistant 这个是一个新开的公寓 里面呢还蛮新的 Density也很低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Sunway Geolet Resistant 好 那我现在在Sunway Geolet Resistant 了 开门开门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住的地方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在这边打工的 哦你打工口包的是吗 哇 我好像在住酒店那样哦 关的Reading Room 就是浅色到蓝色的感觉 而且它的那个蓝哦 就是很像什么 帮我带死那一种蓝 住在这边的学生好幸福哦 好那现在呢 我有几个Deep要分享 大家关于屋房要注意的东西 第一 一定要签Tenancy Agreement 就是会有旅行双方的职责 跟保障权益 一定要看清楚合约 我也整理好给你们了 合约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此外你还需要注意这一些 第二我只要找负责任的Agency 或者是Horner 那我这里推荐大家Urban Room 就刚才你们采访看到的那个Alban 它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来的 它是Urban Room的Confolder 好的Agency呢 会帮你安排好一切 但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 每次我们找房子 我们都只会看妆团美不美 可是我要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东西再美 再高级 接下你的Agency不负责任就完蛋了 像我之前的Agent呢 是完全不回复我的 然后到后期呢 它是减肩排好 然后就变成Horner接窍 可是这个Horner可能本身是大忙人 只要我们有洗衣机坏掉啊 灯泡坏掉啊 他们都要拖一个礼拜多才来处理 可是Urban Room的Agent是不会这样子的 你们可以从哪里去看这个Agency 负负负责任呢 首先你要看他是不是注册的 因为有一些私人的Agent 没有公司管理 就比较容易出乱子 有注册Agent就算出事情了 你也可以去找他 Urban Room的Office呢 是在MKMAR楼上 所以大家如果找不到人呢 不用怕可以找他们 不过应该不会发生啦 因为他们Facebook的review呢 基本上你不会看到有差评 假设你有差评 你就去写他吧 Urban Room是一个 有一群毕业的学生组织的团体 所以真的是可以放心跟他们租屋子 因为他们知道学生需要什么 学生的权益那些 他们也非常的注重 学生发生事情 Urban Room呢 就会帮你挺胜而出 有一些Owner 他本身是比较没有空去管理Property的 就像你们图片看到的 这样整个屋子很乱啊 那个鞋啊 臭臭啊 堆在一边 天然把人漏水啊 这种想象也会非常影响你 读书的心情 那他们呢 是guarantee会给学生一个 非常舒适的环境 房价合理的同时呢 guarantee你住的地方 有House Loo 有去Maintain 有打扫干净 所以像我之前 如果遇到这么负责的人呢 Agency我就不会出现 被骗钱的情况 所以如果想要租房的朋友呢 这里有放一个联系方式 你们可以去找他们住房 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tips呢 就是风水 其实我本身是 对房子的白色非常的敏感啦 如果它白色呢 是比较不舒服 那我是肯定不会租的 接下来呢 是味道 潮湿还有通风 我租的地方呢 一定要有床 这样才通风 不然住久啊 就会觉得很犹豫 像我之前住的地方呢 其实厕所 会散发一些恶臭味 其实如果你住久啊 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心情 下一个呢 是你要检查热水器 然后我后续有搬到 几间忽冷忽热的热水器 最后一个呢 就是你看房的时候呢 可以多问房东一些问题 从这边你可以发现它好不好沟通 在我们去澳洲交换 我的房东呢 它是比较会计较的人 天气非常的冷 然后暖气就坏掉 你猜怎么着 还要我们四个人去重新买一个新的暖气 而且这个在agreement里面 有些啊这种维修费呢 是它出的 可是如果我们搬进来前 有多问房东一些东西 可以知道它扣不扣 比较扣的房东 其实是比较难沟通的啦 那么今天这一支影片呢 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呢 即将开学的你呢 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住宿 祝大家读书加油 这里呢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发布的时候 应该也就接近2022年了吧 下一支视频见哦 拜拜 拜拜